沉边没有吴济龙的刘诗诗居然也能秀出这么甜蜜的幸福感 真是让人各种羡慕嫉妒 不过说起来啊四爷没空陪着爱妻也是因为实在太忙了 身为蜜蜂少女队的教头 吴老师也是没少操心啊 在上周播出的蜜蜂少女队中 吴济龙和谢天风分别率领自己的六名爱将出战韩国 准备和韩国女团必比高下 随之在偷看韩国女团的排练后 两位教头心里顿时没了底 相较之下咱们的蜜蜂少女 无论是舞蹈动作 人家是做得很轻巧的 她们都是飘的 就是会显得很轻盈 还是面部表情 她们不管任何时候 她们都是笑着她们的精神 甚至在体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不要去里面把这样的姿势 那个一点点把它伸出来 但你不要 我跳 你跳完了 但是 但是确实 我们确实会 你爱爱爱不完 我可以天天远远点点到永远 就是我拼了老命跟你比 于是 从友谊赛倒计时第三天开始 两位教头对12名队员进行了魔鬼训练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拿冰块 拿冰块 你外侧时间的 来 不动不动 骨头 那不是什么 骨头啊 背车 背车 好 准备她的外套跟衣服 来 好 补人的一脚 来来 冰上去 我帮她沿途脚冰敷的 赵婉婷 因腿伤与友谊赛实质交臂 其余队员的压力更大了 尤其是当队员们单独被教头点名约谈的时候 老师 你知道我要去干嘛吗 我知道 他觉得你顺利很够 他应该带我吃饭 应该不太可能 应该会 咦 罗书涵怎么被带到了一家美发沙龙 原来 在此前的排位赛中 罗书涵从当场情绪失控 向谢霆锋哭诉自己被禁止染黄头发 我要染黄头发又不给我染 这不 刚到韩国 谢霆锋就给这位二次元小丸子送上了一个惊喜 亲自陪罗书涵染头发 这样的超VIP待遇几人能享受得到 我没有看过龙珠 你知道超级杀牙人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 我跟四爷说 我说 我有一个特别的请求 我希望把书涵这次变成那个超级杀牙人 杀牙人 如果书涵得偿心愿 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在友谊赛中 她一下子吸引住了蔡妍的目光 受到了不少表扬呢 我跟秦宫老师很有面子 谢谢 谢谢啊 娱乐某厂编辑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